AWEEK com 阿 詹老闆你好 來 碰拆就 unten 哇 我找你找很久啊 哇 你們這潭厲害了 對不對 對不對 人說一天一蘋果 醫生遠離我 對 沒錯 One Apple Day Keeps the doctor away 這樣說得對嗎 沒錯 沒錯 蘋果的種類 我先來跟大家介紹一下好不好 富士五爪蜜蘋果 亡靈加拉史蜜絲 然後這個算是台灣 長銷熱賣型的蘋果嘛 但是我一直很好奇 就是因為蘋果的種類 百百塊嘛 對不對 而且現在進口的又很多 對 到底要怎麼要挑一顆好的蘋果 第一個 東西第一個就是種就好 東西要種 就有水分 可是有些 又新鮮啊 五爪蘋果就輕輕啊 都有 它有輕種 因為五爪的蘋果大部分 它都是有辣 五爪的有辣 五爪有辣 但是它會不會種到上面都是辣 不會啦 因為它是要出口嘛 出口是要保鮮嘛 它那層辣是保鮮 所以那個是可以食用的辣 不行 那也是盡量是不要吃啦 只要聽到辣就不敢吃了嘛 對啊 因為我們一般小時候 我記得小時候媽媽都說 買蘋果有沒有 我怎麼會拿下面那個 有夠甜耶 像這種就是會看起來亮亮的有沒有 媽媽就說這個上面有辣 這個上面是有嗎 其實不是辣 它是果粉的官方 每一種水果它都有果粉 這樣子 對 那我們平常買回去之後 怎麼樣做清潔 可不可以教我們的觀眾朋友 第一個你就是洗 就是用清水泡一泡 然後用火水流一流 對 然後洗一洗拿起來 那個是沒有辣 如果有辣的話你就用溫水 用溫水 你用溫水泡一泡 然後再洗一洗 因為辣碰到熱它會融化掉 然後起來再洗 要不然就... 要不然就另外一個做法就是削皮 直接削皮 可是我聽說皮上面的營養素 非常高對不對 對 因為它連皮吃 對我們心臟血管很厲害 對 而且我最常看到 就是那種外國影集有沒有 老外都這樣子 切開了哭 對 切開了哭 就是這樣子就 那是最好的 就開始吃了 因為他們在他們本國裡面 他們沒有出口 沒有出口 所以他們是沒有上辣 對啊... 醫生有提醒消費者 就是家裡面的蘋果 假如說你要把這個 殘餘的農藥跟辣洗掉 基本上就是讓它像活水一樣 對 通常殘餘的農料 都是水溶性的對不對 對 沒錯 只要活水下去洗 我們就想像一下 上面塗滿了水彩 然後其實你沖水 就可以洗得掉了 對啊 對吧 厲害喔 對 這個是現在最流行的 櫻桃蘋果對不對 對啊 直接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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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吃 不用啦 保證滿意 蝦罐 滴又多 吃又多 這口感起來讚 吃了會說我還要 對 我還要 好拿喔 它這個是什麼特殊品種 這小時候剛剛有沒有看過 其實這也是蜜 它叫蜜蘋果 這也是蜜蘋果 對啊 因為它小顆 這麼小顆這麼可愛 所以一定要把它請名叫 櫻桃小蘋果